美国要求啊 韩国要加入这个chip phone 这美国的自己要搞一个所谓的晶片联盟 可是呢对韩国来讲就很为难啊 对不对 一方面呢 哇糟糕了 政治上呢 他也是要听美国的嘛 可是呢在经济上呢 他靠中国大陆 所以左右为难 美国要求啊 韩国要加入这个chip phone 这美国的自己要搞一个所谓的晶片联盟啊 美日台韩 把台湾呢也加进去了 这个蔡英文呢 是这个叫做掏空台湾 我们最后会讲 为什么这叫掏空台湾 那韩国呢不少 韩国呢 都知道你美国要这么干 可是呢对韩国来讲就很为难啊 对不对 一方面呢 哇糟糕了 政治上呢 他也是要听美国的嘛 可是呢在经济上呢 他靠中国大陆 所以左右为难 怎么办呢 有些先进的技术呢 也是美国也会卡脖子 可是市场呢 在中国大陆怎么办呢 那美国又要韩国听话 要美国跟随 韩国又不能不听 所以韩国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赶快跟中国大陆打招呼 就是去见了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啦 啊拜托拜托 那个我们之后啊 我被迫加入这个所谓的晶片联盟啊 这个我是被迫的 不是吧 这个都是美国逼我的 我绝对不是主动去跟美国合作 你知道我们韩国啊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要好啊 那个我们很好啊 讲白了 就是我会去美国那里啊 但是麻烦大陆你这边呢 不要生气啊 继续让我来赚钱 第二呢呢 韩国也跑去跟美国说话 好 都说哎呀这个你要找我加入哦 但是有几个条件啊 第一啊不要叫什么晶片联盟啊 你用联盟这个字呢 中国大陆就会不爽嘛 对吧 因为主要就是哎呀 不要惹怒中国大陆啊 得罪不起 金主爸爸 得罪不起 不要用个联盟 我们就是普通的合作 商业合作 韩国也说了哎 这个你算找我加入这所谓的晶片合作 但是呢韩国一定是高喊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啊 这个政治上底线不能动啊 不能说你我听你美国的话 然后你要在两岸关系拱火啊 我们韩国是不支持你们两岸关系在拱火乱搞的啊 韩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啊 我们就晶片上有点合作 大概这个样子 所以那再来呢韩国还有第三招 第三招什么 就宣告说哎呀我们十年啊 十年之后呢 会在每十年以内 会对美国投资2200亿美元 在半导体上 那韩国这一招也很厉害 干嘛呢吹牛 花大饼 许愿 在这个话一讲之后 哎那你看拜登马上就可以把它拿去当成大内宣来使用了嘛 哎呀我们这个晶片法案一出 韩国就要来投资了 你看这个赞 十年之后 那你说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那十年之后 谁还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至少韩国这个话一讲呢 哎美国就觉得 嗯你看 是有一些回馈 是有一些好处的 那至少在现阶段啊 就不会把韩国逼得太紧 就不会太要求韩国一定要撤出中国大陆市场 因为韩国已经说我未来会投资你了嘛 那你现在就没有必要 一定强迫我要离开中国大陆 因为我未来会投资你